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免疫系统的时候 这些都讲的都对嘛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说 某些东西好像是可以 把它归类在一起的 对吧 你看这些是细胞 对吧 这是细胞 这个是小分子 对不对 对吧 这个呢 这也是蛋白质嘛 对不对 对于细胞来讲 它是不是也是小分子 对吧 然后这个呢 这是器官的嘛 对吧 对吧 这是细胞 可是呢 你看到白血球 它好像也是细胞嘛 对不对 淋巴 这是什么 这已经是变成是系统了 对不对 或者是如果说淋巴结的时候 你可以当成是 也是什么 组织或器官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哦 所以当你今天各位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 来 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分成里面会有这两个东西 包含了这两个 这个呢 从哪来 各位其实应该还有听到一个东西叫骨髓 有没有 所以 总括来讲 我如果把这个地方把它整理清楚 各位是不是就会很清楚了 所以一开始你当然是必须要先知道那些专有名词 淋巴的运输跟淋巴器官 然后淋巴细胞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把它整理成统整 才会比较快 这样了解吗 因为在免疫系统里面 你会有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名词 包含它的接收器 各位刚刚看到有没有它的小分子 抗体 然后抗体又分了很多种 那那个到底在干嘛 那 免疫系统 你今天跟大家讲说你提升免疫力 但是跟过敏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 先讲这个基本的淋巴系统到底是什么 先把一些专有名词先大家先定义好 OK 所以定义好之后我们再给各位看 那这个呢 整个淋巴系统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用图跟大家讲 这个是定义 上面来讲 比如说什么Defense 就是外来的东西 来 实际上就讲了这个图 这图就已经把所有的淋巴系统都讲完了 那讲什么呢 第一个 在各位可以看到说每个关节处 你都看到淋巴结 你就记得有个淋巴结 然后淋巴结呢 它有一个运输的 每个它透过淋巴管 那到最后呢 都会会流到哪里 会会流到我们的右边的下腔大静脉上面 然后直接进到血液循环里面去 也就是说同整的全部循环结束之后 它全部会会流到血液里面去 这样了解喔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乳米管 也就是说这个淋巴管 它是没有具有弹性的 也因此没有具有弹性的时候呢 它最后的开口是在血管里面 那末端呢 末端它是盲管 也就是说末端是封闭式的 那封闭式的时候 它今天你要让它往前进的时候 只能有靠着瓣膜 这样OK 所以淋巴管它是具有瓣膜的 它是具有瓣膜 然后慢慢的往前运输 那所有的淋巴细胞都会在这里 然后在最后呢 会进到血液里面 OK 那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一个小肠那边呢 小肠那边有一个乳米管跟尾血管的吸收 那乳米管的一个吸收方式 是不是有跟大家提过说 它是主要是吸收什么 纸质的部分 纸质的部分 然后尾血管是水龙性的 那OK 那也就是乳米管到最后跟 整个淋巴管就会汇流 就往前汇流 汇流到这里 那下一个事情 各位所谓提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那既然这个 各位这是淋巴系统 跟整个淋巴管 那各位所说 刚刚所提到的淋巴结呢 淋巴器官呢 淋巴器官又到底是什么 来 这里是淋巴器官 这里是淋巴器官 淋巴结 淋巴器官 来 各位去想一个事情 这个呢 这个我们给各位猜一下 这个你把它当成是扁桃线 好了 你把它当成扁桃线 哪一个器官 哪一个淋巴器官 是最大的 里面最大的淋巴结是哪一个 皮肠还有什么 这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 这是骨髓 骨髓 红骨髓跟黄骨髓 知道 你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讲一个东西 各位就比较容易知道 你今天在吃鸡骨头的时候 在吃啃鸡腿 尤其是小鸡腿的时候 当你今天啃掉 把那个上面的软骨组织咬掉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以 在最上面你可以用牙齿去把它咬掉 然后会有很多的小洞的那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咬过 还是你没有就直接丢掉了 你可以试着去咬咬看 你就上面很多小洞 这个地方是属于红骨髓的部分 那各位 当你今天去吃啊 比如说吃 现在是夏天了 冬天的时候去吃羊肉炉的时候 然后不是羊肉大骨 空腾的羊肉大骨 还插了一个吸管 让你去吸那个骨髓的 有没有吃过 吸那个骨髓是黄骨髓 里面都是脂質居多 胆固醇很高 所以刚刚走到那个循环上面去 那OK 黄骨髓 所以这个是红骨髓这边 那这是胸腺 胸腺在小的时候呢是10克 长大的时候会变成 比如说青少年的时候变成40克 然后在老年的时候会再萎缩 会再萎缩 那这个各位是扁桃腺 这是脾胀细胞 那请问一下哪一个是里面淋巴器官最大 最大的淋巴器官 各位猜是哪一个 身体里面最大的淋巴器官是这个 脾胀细胞 它其实这里也被证实 在2012年的时候 它已经被证实说 它就是跟淋巴结实 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OK 是这个 最大的淋巴器官 那在这里骨髓它主要是做造血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如果说 如果依照上面来讲的时候呢 骨髓是干嘛的 骨髓的话它是造血 如果各位不容易记的时候呢 它就是增兵的单位 主要在增兵的啦 OK 那它这里造出来会有哪些东西呢 那可以 所以它是造血 它是一个增兵单位 所以呢 这里呢 那白血球呢 做出来的时候 白血球就会分成什么 那这个呢 就会分化成什么 屈氏细胞 所以刚刚各位所知道的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 这个就是骨髓 你看它做出来就变成这个 这么多 OK 可以哦 来 中性球 直接先给大家 hint 一下 我们后面会讲 中性球如果在发炎的时候 它会上升 百分之五十 中性球 好 发炎反应的时候 当然这是大分类啦 你当然有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什么 心状细胞 什么东西 很多的小的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把它归类 那你这样是不是很容易懂啊 你在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些小分子在哪里 小分子 这里就会产生 那这边是会利用酵素 它是气胞跟细胞结完之后 直接用酵素去把外来物摧毁 等一下会讲 那这几个 也是 酵素 这是直接吞噬啊 这不用讲哦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哦 来 所以刚刚 刚刚各位提到了 这里 是淋巴 器官 然后呢 我们刚刚还有哪一个 没有提到的 各位刚刚提到的哪一个 凶线在哪里 在这里 然后呢 会先透过凶线 所以当你今天归类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容易了 你知道这很容易懂了吧 那凶线这里在干嘛 辨识自我吗 辨识自我吗 哦 58是发炎反应的状况底下 中性球会增加50% 数量 数量 数量会增加50% 效素是两个啦 两个 其实这三个都有啦 这边都有 中性 酸性 减性都是 所以凶线主要是教育 淋巴细胞 然后让它辨识自我 那在这里呢 为什么这里要有个淋巴解 我们一般来讲 不是说什么 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对不对 所以当你今天吃下任何的 任何食物的时候 第一线接触的是嘴巴 所以嘴巴上面来讲 会给予一个第一道的防卫 会在这里 所以当各位去想一个事情 你今天受到病毒上面感染的时候 你今天感冒的时候 哪一个地方会先痛 是不是喉咙 对吧 要不然是哪里 拉肚子嘛 对吧 拉肚子嘛 要不然就会什么 流鼻涕嘛 那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 等一下再讲到后面的 非专一性跟专一性免疫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提 各位就很清楚了 那就会很有系统 我们很有系统跟大家提下来 那这个是脾胀 那脾胀细胞来讲的时候呢 当红血球哦 红血球如果已经老化了红血球 老化的红血球 它就会在脾胀这边 去做一个分解 做代谢 然后将血红素 血红素分解 变成胆色素 这样OK 它直接然后就会储存在胆囊里面 变成胆汁的颜色 这样了解吗 不然的话 你会产生一个事情 当你今天红血球 代谢完之后 那个血红素 血红素 它是很高的一个 ROS哦 它是一个自由基哦 所以它不能够让你随意的在身体里面 身体里面去做循环 它必须要赶快将血红素去做代谢 这样了解哦 不然的话 刚刚讲过 心血红疾病是不是马上就产生了 OK 所以在这里是 红血球 老化的红血球会沉睡在脾障里面 再进一步咯 所以这几个跟大家讲 这是淋巴系统 它是只有单一个方向的 它是只有单一个方向 然后呢 最后呢 它就会全部都会汇集到 下腔大静脉上面去 它最后全部都汇集到下腔大静脉 那也就是告诉各位说 我们把这边写在这边所有的东西呢 你只要用在这一张图上面来讲 就可以全部解释了 就可以完全解释了通 那这是淋巴结 淋巴结上面呢 这边有很多的淋巴细胞 可以看到 居氏细胞 那这些 跟淋巴细胞 这些在讲些什么东西 主要是说 淋巴结那边 助手 我们有助手很多的部队在那里 助手很多部队 那在讲所有这些所有的功能 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到说 后半段要直接开始讲了一个 非专因性的免疫 所谓的非专因性的免疫 如果也就是说广义上面的免疫上面来讲 各位 各位觉得最广义的最大的免疫器官 广义的免疫器官是什么 最广义的 广义的 这也是比较specific的 你知道的这些吗 最广义的免疫器官是什么 皮肤 各位 皮肤是最主要阻挡 我们外来物的一个东西 它总共阻挡了95% 全部的外来物全部帮你阻挡在外面 而且它还会分泌成 各位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分泌油脂 就好像分泌一层蜡子在上面一样 那你就想一个事情 当你今天皮肤上面分泌了这一层油脂的时候 它其实是完全的将外来物全部阻隔 那全部阻隔之后 你就所有的外露入侵不了 那换句话说 各位 现在有东西告诉你是说 你今天用涂的东西就可以穿透到你的皮肤里面去 你觉得相不相信 有些药物那个是透过黏膜 等一下我们讲到是黏膜 那是第二层的 现在不是有很多化妆品说 你直接涂一涂 然后就直接吸收进去了 跟大家讲 已经做过实验了 如果说皮肤上面这边经过上面 直接可以透过去的时候 你是不是磨什么 你就直接弄什么 你就会有免疫反应 就整个就会过敏 直接上 产生上来了 这是跟大家讲 那OK 然后呢 现在已经有paper上面提到的是 只有三生态的可以直接穿透进去 三生态以上的时候是穿透不进去的 除非 除非就是像我们现在 柴德西老师他们所做的 你做了一个奈米微粒 它是可以跟皮肤相容的 它才能够穿透进去 不然很难 了解意思吗 但是你今天要穿透进去的时候 你要考量的点是什么 会不会你的物质 会不会诱发贫抑反应 这样了解意思吗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 那各位去想一个事情 当你今天阻隔开来的时候 第二层是什么 各位去想说 我们这整个通道里面 哪几个地方是没有皮肤上面阻隔的 这个皮肤就真的好像是铜墙铁壁 它是打不通的哦 它是没办法透过去的哦 外流完全没有 那各位哪个地方是没有皮肤的 眼睛那还有呢 眼睛所以会有类线 会有那些东西出来 另外一个地方呢 有粘膜的地方在哪里 肠味道 还有呢 鼻 鼻黏膜 这边的鼻黏膜 还有呢 生殖器 对啊 生殖器啊 上面都有鼻黏膜 那鼻黏膜这代表什么意思 鼻黏膜上面来讲的时候呢 它今天所有的 为什么会有一个黏膜层 这是第二层的一个保护 也就是说它其实 没有像外来物的这么 这么的强 因为它必须要让营养物质成分进出嘛 所以它当然不能够 不会有这么好的防卫 不能够这么强的皮肤防卫 所以它会设了一个什么 为什么会有黏膜层在那边 因为呢 当你今天如果要 外来物要经过那个黏膜层的时候呢 它会先做一个阻碍 就好像陷入泥巴一样 它就会直接陷在那边 那陷入泥巴 你走入泥巴层的时候 陷入泥巴层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事情 泥巴层里面就会有一个酵素 会去做分解的动作 会有酵素会去做分解 就是黏膜 所以言下之意是各位 一个事情 如果各位时常去摳鼻子 你把鼻黏膜这样越摳摳摳摳摳摳 就很容易被感染 这样了解意思吗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前面其实会有很多 非专一性的东西在那边 那身体其实也有更有趣的地方 在讲些什么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说巨式细胞 各位当你今天我们所有的系统上面来讲 为什么你会讲到说是防御系统 为什么不是讲攻击系统 免疫系统就是防御系统 为什么不是讲攻击系统 各位 为什么用防御系统 都是用defense这个字 各位没有想过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你有看过说 当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的免疫细胞会直接分泌到你外面去 产生一个金钟罩 然后去杀死外面的细菌吗 这个才是攻势嘛 这是攻击系统 采取主动攻击嘛 你说细菌在那里 咻咻咻咻咻咻这样子 没有嘛 但是我们都采取的是什么 防守的姿态嘛 当你今天攻进来的时候 我才是防御它嘛 那既然是守态的状况底下 是守住的状况底下 各位 哪里你会派住最大的部队在那里 那你今天在采取一个守态的姿势的时候 请问一下 在身体里面 在身体里面 哪边你会派重兵防御最多 所谓重兵就是你会把这些免疫细胞 你会放最多在那里 是不是黏膜层下面 是不是黏膜层下面 你的黏膜层下面 那言下之意是说 这些淋巴结会在哪里会最多 在黏膜层下面这边会最多 那也就是告诉各位 这边全部都是 我们的部队都在那里嘛 这些是我们的部队嘛 那我们的第一线 刚刚讲过第一线是皮肤嘛 你今天会在皮肤上面会干嘛 你只要派一个巡逻部队在那边去做巡逻就好了嘛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这里 淋巴结上面就会有这些重兵啊 就会全部部守在这里 那巨氏细胞呢 巨氏细胞你会看到说 为什么这些巨氏细胞 巨氏细胞就是它在做巡逻的啦 巨氏细胞啊 它就是在血液里面就是时常会在巡逻 或者是在肌肉层里面 比如说皮肤这样下来 它在那边做巡逻的 它会不会时常在那边 它是在做巡逻的 是在这里 那再下一个 哦这里全部其他的 我们刚刚都有讲过了嘛 这里不是这里 淋巴结 对吧 各位可以摸一摸啊 在这边啊 淋巴结摸一摸 就往这边摸一摸 你可以摸到 然后这是皮肠 这是皮肠 主要这里是为什么写说要清除血液 这是我们刚刚讲过 是不是红血球 它都会老化的红血球 会在这里做代谢 所以胸腺 造血细胞 那跟各位讲一个事情 那这个是什么 来 这个 等一下我们再讲下来的时候 就会讲得比较快 所以当你今天去想一个事情 所以外来物质开始入侵到里面去的时候 入侵到身体里面去的时候 是不是很难 各位 是不是很难 还是你觉得很简单 我一天到晚在生病 没有 好不好 如果说它很简单去的时候 你现在不是躺在这里 还在听我讲话 你可能在医院 可能不是在医院 你可能在出生的时候就有问题 不是 好不好 当你今天开始入侵的时候 第一线巨氏细胞开始来的时候 开始攻打的时候 怎么办 如果说它发生了一个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呢 巨氏细胞这些外来的这些 第一线的这些吞食完毕之后 吞食完毕之后 它开始破裂 破裂完毕之后 它就会去诱发这个的产生 那这个在讲些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会放狼烟 对吧 然后就开始 然后是不是开始入侵 就逃避什么 当你今天前面被攻击的时候 后面淋巴结 这样开始什么 这边淋巴结肿胀 开始痛了 然后越来越痛 越来越痛 这样了解一次吗 这样OK 所以当你今天这个 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各位会采取什么样的 采取什么样的动作开始出来 外面已经人家开始攻进来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动作 你会做什么 你会开始说看他是谁来嘛 对吧 他会生产一个部队 专一的去对抗 面临的来的这个敌人嘛 对吧 所以当你今天往前进的时候 前面会有一个守卫 守卫的时候 当你今天看到了之后 你就会诱发产生的 专一性的去对抗他嘛 所以这里是采取的是第一线 这样了解 那在这里整个造血细胞上面 来讲的时候呢 这边就是一个征兵部队啦 也就是说当你今天 受到感染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第一个会发觉什么事情呢 造血细胞是本来就一直 开始造血细胞就开始出来了 然后呢 他会分泌的一个东西去 跑到胸腺去干嘛 他会这一个部分呢 会去教育这两个东西 变成什么 好像是一个将军一样 他就在那里 将军这边干嘛呢 将军这个地方 他就会到时候看 这边就好像警察一样 他会看你到最后被谁攻击 这边开始就会派遣出 他的特有的部队 去开始跟他做进攻 这样了解意思 这样了解意思 好 所以会发生一个事情嘛 当你今天凶 当你今天如果这边的细胞 也就是说 淋巴结上面的细胞 被毁灭掉了 你的专一性的细胞 是不是全部都不见了 那不见的时候呢 这边的状况 能够抵御得了全部吗 就没办法哦 我们在讲什么东西 等一下我们就一一的跟大家讲 来 所以 免疫系统上面 就会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 非专一性的 defense 非专一性的攻击 跟另外一个叫 专一性的攻击 那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 这个 非专一性的攻击 就是皮肤跟什么 黏膜 第一层已经挡掉了嘛 挡掉之后呢 接下来是这个 那在这个鼻腔上面 其实有很后面 我们会有四个鼻痘腔 那四个鼻痘腔 其实在上面来讲 来 鼻痘各位知道在干嘛吗 各位如果说感冒感的太严重 不是说有鼻痘炎吗 或者鼻涕倒流这个动作吗 那这个鼻痘腔的用意在干嘛 主要是在调节空气的湿度跟温度 让你吸进去的湿度跟温度 会一致到你的肺脏里面去 要不然会发生一个事情哦 当你今天去北极的时候 你吸到冷空气的时候 刚好吸进去后 肺部刚好结冻哦 结冻完毕之后你卡住 肺破了 知道我意思吗 知道哦 不是这样的哦 所以它里面是一个鼻痘腔 然后是会有一个湿度 那言下之意是告诉各位一个事情哦 它就好像一个铺耳在那边 里面会有很多的黏膜 那你吸进去的时候 会不会有外来物 比如说PM2.5很多 是不是外来物 那这个外来物 如果很多的时候 它就会诱发 刚刚讲的就是免疫反应出来了 那诱发免疫反应的时候呢 等一下会给各位看到的时候 它会有红肿热痛的这样的功能 所以开始肿胀 那这样肿胀的过程当中 就会将鼻痘腔这边整个阻塞 那鼻痘腔阻塞本来它是一个 湿度90%甚至100%的一个湿度在里面 就会好像一个池子一样 那里面如果又有外来细菌的时候 就很容易在滋生细菌在里面 你就好像一个池子不动一样 是不是那个水会很臭 水会很臭 所以下一个阶段你就会看到你的 鼻涕里面开始从白色变成 变成黄色、绿色 里面就已经滋生很多细菌在里面 这样了解吗 所以当你今天鼻痘腌炎产生的时候 是不是医生都跟你讲说 你要吃抗生素 吃一个疗层的抗生素 里面才会好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就告诉各位 这个是皮肤 然后这个是所谓的黏膜层 会在这边 好不好 来那再进一步 所以整个 当你今天进到第一步里面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发炎反应 就是我刚刚讲的 当你今天已经皮肤破了 皮肤破了的时候呢 诱发的外来物已经会先感染进来吧 诱发感染物进来的时候 它做什么事情 就散发出狼烟嘛 然后它release什么 这个 组织胺 组蛋白 对吧 组织胺 这个啊 Ecistamine跟canin 这两个东西嘛 那做什么事情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事情啊 这个什么 红肿热痛 所有的东西在这个 那这个大概讲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很简单 我想各位 这个不需要跟各位多提 第一个 已经有外来物的时候 是不是要 叫更多的 更多的那个 巨色细胞来到我们感染的地方 那既然要叫更多的细胞感染 那个我们的免疫细胞 来到这里的时候 然后血液的通透度要不要高 血流速度要不要快 对吧 血流速度快 血流速度快 通透度又高的时候 是不是液体会往外渗 所以就会肿嘛 通透度高的时候 是不是又红 然后红的时候呢 当你今天血流速度快的时候 就会热嘛 对吧 热吧 然后等到液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的时候 就会痛嘛 所以就是红肿热痛嘛 这样了解吗 下面讲的是这些事情嘛 这个 主要就是在散步 我们刚刚讲的细胞激素 会分泌很多细胞激素 就散发出狼烟了 好 那再进一步 Nusophia 这就是中性球 这是我刚刚讲的 来 发音反应 中性球在这边 所以当你今天发音反应的时候呢 中性球它主要会去对抗外来物质 那这个呢 就会激增50%以上 它激增50%以上 然后呢下一步呢 丹荷球 丹荷球在哪里 它就会变成聚氏细胞 会先到达第一线 就先到达第一线去了 这里 OK 来 那我们再给各位轻松一下 讲了这么多 来 这个Pathogen 病原体 对不对 什么叫做病原体 我们其实病原体 它已经产生病了 所以呢 在一般的定义上面来讲呢 就是说 这个病原菌 病原体呢 它就是会躲掉免疫细胞的攻击 造成升级产生疾病 所以叫做病原菌 那你会跟我讲说 老师 那你这样讲我就更confused 什么叫confused 你看哦 你又告诉我说Nusophia 我会去攻击掉它 对不对 这是肥大细胞 会去杀它 可是为什么你又告诉我说 它会躲掉免疫细胞的攻击 然后产生疾病 各位想一个事情 如果说它今天完全都被免疫细胞给歼灭的时候 会不会生病 你会不会生病 不会啊 了解意思吗 就不会有生病的产生 也就是因为它在攻击它的时候 必须要大力的抵抗它 所以它竟然可以躲掉它的攻击之后 让你身体产生疾病嘛 所以病原体跟病原菌的一个定义 就是它能够躲掉免疫细胞的攻击 让身体产生疾病 这样了解 OK 所以是最主要 各位可以看一下 發音反应最主要 你会看到这两个 重点在这里 那这个就好比什么 国军部队来讲 这个就好像化学兵部队一样 化学兵部队就是用化学5G去攻击 就是酵素嘛 没有专一性啊 我就是用酵素去攻击嘛 OK 好 就是攻击 就是它 所以一开始就会增加很多 那再下一个 这张图 各位看一下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第一层 皮肤啊 皮肤这一层细胞 破洞了之后 这一个病原菌开始进来了 开始进来了之后呢 我刚刚不是讲过吗 上面有巡逻的部队会是什么 巨式细胞 所以巨式细胞当然会先来吞噬嘛 那你看到的这个心状细胞 跟这个呢 所谓的neutrophil中性球 这边全部都会跑出来 这个只是多在这里的时候 你把它多了一个 心状细胞在这边 心状细胞主要 最主要其实 它所诱发的就是会去诱发这个 下面的专因性反应 会诱发下面的专因性反应 但是呢 巨式细胞也会喔 巨式细胞也会 了解喔 所以当你第一线攻进来的时候 会是这个 那攻进来的时候呢 各位看喔 这一层来讲的时候 也就是当你今天细胞上面 已经受到破坏了 所以它会release一些 组织胺 然后呢组织胺 就会让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血管的通透性增加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血液里面的这些白血球 就很容易的跑到 这个尖植里面去 所以这边就会产生很强烈的 红肿热痛 所以一个 是这里 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injuring的tissue 它会去release一些 就是释放囊烟 histamine 组织胺跟canin的部分 然后让血管的通透性增加 血管的通透性增加之后 聚氏细胞 就会跑到 血管外面的尖植 去吞食这个外来物 然后外来物的另外一个部分呢 你看neutrophil 跟另外一个单核球 它会召集更多的neutrophil 跟单核球 跑到受伤的地方 受感染的位置 那下一个当然这里 会产生一个凝血的动作嘛 那再下一个 这个 补体系统上面来讲 虽然看起来是这么很复杂 可是呢各位如果说有学过的 你会想到说 其实老师 补体系统不是应该是抗体所诱发的吗 那如果抗体来讲 它不是专一性的吗 可是为什么补体系统 这边把它列在非专一性的 理论上来讲的时候呢 它是要接受另外一个抗体上面所诱发 可是呢它这里在讲的是说 如果说撇开抗体来讲 你把抗体去掉之后 光单一个这样一个系统来看的话 它是非专一性的 它不会说很specific去针对哪一个抗体 它只要看到细菌或者是寄生虫进来的时候呢 就会诱发它了 那诱发它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直接用这个图来看一下 它直接会诱发很多的蛋白质分子 complement的这样的一个抗体来讲的话 大概9到10种蛋白质会在这边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好像一个酵素一样 就会在当中去打洞 然后导致这个病原体会水解掉 寄生虫也一样喔 寄生虫也一样喔 各位这次来讲 OK 所以这是一个补体系统 这是一个补体系统 它就藉由透过酵素的攻击 藉由酵素的攻击 然后呢 在很多的蛋白质呢 会在整个细菌或者是寄生虫身上去做打洞的动作 所以各位去看一个事情喔 如果说前面的部分呢 在这边就已经阻挡住了 它就不会诱发下一个阶段 可是如果这边没办法阻挡住的时候 它就必须会诱发下一个阶段 叫做专一性的抵抗 那这个专一性的抵抗在讲些什么事情喔 这边拉哩拉扎的很多的文字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喔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是什么呢 我们直接用图来给各位看会比较清楚 重点是在这里 它会specific的一个antigen 它会去对专一性的外来物 对一个专一性的外来物 那在讲些什么样的事情喔 最主要当然是这两个细胞 来看一下喔 直接是这一个 第一个你看到的 第一个你最陌生的是antigen 然后呢放进来的时候 这个antigen你就把它当成是外来物 也就是说当我今天外来物入侵的时候 然后呢第一线免疫细胞开始去吞食 吞食分解掉的物质 它分解掉的物质 它这个会去吃 所以如果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你把它当成是bacteria 或者是小的一些分子蛋白 小的分子蛋白 然后呢吃进去的时候 antigen presenting cell讲的是哪些呢 讲的就是聚氏细胞 聚氏细胞 因为它会做吞食的动作 会把它做分解 然后呢做完分解 吞食完毕之后呢 它会把它表现在它的 膜的表面上 它把它表现在膜的表面上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各位提到的一个心状细胞 一个心状细胞 所以这里呢 antigen会被antigen presenting cell 也就是聚氏细胞 心状细胞给吞食 吞食之后呢 吞食之后 它接下来这里 它就会将这个antigen 表现在它的细胞外围 OK 表现在它的细胞外围之下 之后呢 它就会去诱发 下面的专一性的免疫系统 会诱发专一性的免疫系统 来 那这里就会分成两种 一个B cell 一个T cell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个事情 第一个 你去想一个事情 当你今天进来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知道它是谁 它必须要知道它是谁 然后它知道它是谁之后 它才能够告诉这两个细胞 它必须要告诉这两个细胞 然后如果就程式上面来讲的时候呢 你把它想一个事情 这个是有两派的说法 第一个是说各位 我们先讲这一边的抗体的部分 各位身体里面 身体里面抗体 就是辨识外来的种类的时候 它的抗体的种类有多少 也就是说对抗这个外来物质的时候呢 它是已经准备好在那里等你的 还是呢 它等到这个外来物质入侵之后 我才做出这个抗体出来 跟各位讲 这有两派的说法 但是呢 现在倾向是一个说法是 它其实早在出生的时候 它已经准备好在那里了 总共大约10的12次方 这么多 总类10的12次方的总类这么多 那如果各位 你要把它变成资料库上面来讲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电脑里面呢 这边呢 就储存了10的12次方的资料库在这里了 好 那当你今天储存了10的12次方 当然T细胞也是喔 储存了10的12次方的资料库在那里来讲的时候 当你第一次受到感染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要去做资料库的比对 要吧 那你总是要叫它开始去做比对吧 对吧 所以呢 当你今天被antigen presenting sale 表现出来的这种抗原 也就是叫身体里面说 麻烦你开始去做资料库的比对了 所以它就会进行做这些的资料库的比对 然后呢 去比对出什么 可以正好可以跟那个antigen 做结合的这个B细胞 OK 那我再跟各位讲喔 每一种啊 一种的抗体 每一种的抗体 一个种类的抗体 都是由一颗B细胞 都是由一颗B细胞 所分泌表现的喔 好 那言下之意是说 这个啊 这个啊 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早就储存了 十的十二三方 个 种类的B细胞在那里等了 然后再进一步的时候呢 去做相关的去做比对 知道OK 好 就在这里 所以进来的时候呢 第一次当你今天antigen presenting cell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叫B cell开始去做比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叫T cell去做比对 所以会是两个 那进一步来讲 比对出来的时候 可以跟外来物结合的这个B细胞 它就会进一步的被活化起来 那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 开始被活化的时候 它就要变成什么 DNA被打开 开始做出message RNA 做出蛋白质 那在这里做出的蛋白质是什么 就是抗体了 那这个抗体呢 就可以专一性的去跟antigen 外来物做结合 这样了解吗 那你会说老师 这个抗体分泌出来 去跟外来物做结合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相关性 跟你把它做defense 有什么相关性 各位想一个事情 当你今天如果一个毒素 或者是一个细菌在身体里面跑 在身体里面跑 如果说有一个抗体把它抓下来 然后沉淀在那里的时候 它的功能就只有把它抓下来 沉淀在那里的时候 你觉得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让细菌 就不会乱钻到其他地方去 了解意思吗 抗体的功能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它就是将你在血液里面乱跑的这些细菌 或者在身体里面乱跑的细菌 我就直接抓住之后 然后把它沉降下来 那沉降下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诱发什么事情呢 因为抗体的 这里它会去跟我们的外来物做结合 然后呢 它后面呢 有一段呢 会去诱发 巨氏细胞来吞食 言下之意就是说 当我今天把它抓下来之后 然后呢 我再诱发巨氏细胞 来将我这把抓下来的整个细菌把它吞食掉 你觉得好不好 这样当然好啊 可是当你去看哦 然后当你巨氏细胞吞食掉的时候 是不是表现更多了 这里是不是又更多 了解一次吗 所以当你今天分泌了抗体 然后呢 又发巨氏细胞来把它吞食 吞食完毕之后 是不是又开始走这一条 是不是 那好玩的东西又来了 当你今天如果说 这是第一次感染的 可是当你今天如果好了之后 第二次感染了 接下来这个呢 它已经经过这么多的database 做比对完之后呢 它会做了一个事情 它会将你时常受感染的那一个 那一个B细胞 会再移到另外一个folder上面去 我用这样做解释 你可能比较懂 你去想一个事情哦 你今天在找那个资料库的时候啊 常用的一些资料 你会不会把它移到另外一个资料夹里面去 会不会 下一次你要找的时候 你会 是不是你就会先找那个你常用的资料夹 你就不会去翻那十的十 十二字方嘛 我们这么讲好了 讲再快一点呢 如果我跟大家讲说 我的其中 其中考的考题放在图书馆里面 我就说我放在里面 答案就在里面 你觉得呢 你第一次当然你说 我就说如果没有找到的时候 就当掉 你会不会很努力的去找 而且会出动全班的 全部所有目标就是找那一个 找那一张 所以各位就是专一性的嘛 你们专一性一定要去把那一张的考卷找到 对吧 对齁 好 那我就说 好 当你今天找到之后 你是不是会把它放在固定的地方去 对吧 对齁 所以今天 如果下一年的时候 学弟妹开始 我也跟她讲说 我的题目 是放在图书馆里面去 你会不会去告诉你学弟妹想说 我其实已经偷偷把它放在哪里了 她找的速度会不会比较快 这样OK 所以 一样的 身体上面来讲一样 所以当你今天如果常被感染的时候 她会把它移到另外一个资料夹里面去 所以当你今天如果在感染的时候 如果在感染进来的时候 她会先去比对你常被感染的那个资料夹 那个资料复 比对完毕之后 如果说 如果说 有 它马上就会活化会很快 就比方说 当你今天如果常用的资料夹是多少 是10的三次方 你觉得哪一个比对比较快 当然10的三次方比对比较快 所以在这里反应的速度 也就是当你今天第二次的感染的时候 它的反应速度当然会比较快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它这里所产生的memory 就是说 我今天已经受到感染了 我就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个地方就会被我记忆起来 这样了解好 那言下之意是 我们跟各位讲 上次其实在讲基因晶片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讲 身体里面 这个反推 身体里面 你的种类的多样性越多 比较健康 还是你的种类的多样性 越少是比较健康 你的身体这样的population 越多比较健康 还是越少比较健康 是不是越多比较健康 代表你都还 我都没有受到感染啊 多好啊 再说一次 就是说 当你我刚刚讲过是这个 这个是B细胞的多样性 它大概是10的12次方 那当你今天受到感染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memory 它就会变成 假设有一个记忆效果 是在10的3次方 那我就反对一个事情是说 如果当你今天身体里面 B细胞的多样性 还是10的3次方 10的12次方的时候 是比较属于健康的族群 还是 还是 你的身体的B细胞里面的族群 你只剩下10的3次方 哪一个是比较健康 哪一个是现在正处于疾病的状态底下 12比较健康嘛 12比较健康嘛 对啊 12比较健康就是我都还没受到感染吧 然后10的3次方 因为我时常受到感染 所以我这个当然我就 其他我就不要了 我当然就只处于 我当然只做这个就好了 了解意思吗 了解意思吗 所以多样性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免疫细胞的多样性 它其实也是可以来看说 这个人到底是处于健康还是不健康 那你再换句话想 各位 我们再给各位很大的应用上面来讲 所以当你今天知道说 他得了什么样的疾病 如果你把这一个拿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知道说 他是得了什么样的疾病 而且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治疗 对吧 因为你这个抗体做出来 你就可以用大量的这个东西去做治疗嘛 这样了解 可以 所以在这里 有分了两个 来 那我们就一一的跟大家讲 这方面来讲 一个一个开始拆解了 Andigen presenting cells进来 这个Andigen进来的时候 会让Andigen presenting cells去表现 然后告诉他去做治疗库的比对 那你会发觉说 奇怪了 为什么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刚好 我这个B细胞好像也在巡逻的时候 还是说 刚好你那个病原体进到08节的时候 刚好被有遇到了 这个意思在说什么 就是 有一个通气犯 我举这个例子 有一个通气犯 他骑摩托车 结果呢 他骑了一个张车 在停红绿灯的时候 刚好遇到警察在那边 他也不慌不忙 然后警察很无聊的 去查一下那个车牌 看一下那个车牌 结果一查 那个是张车 然后还逮到通气犯 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了解意思吗 也就是他在巡逻的过程当中 刚好被他逮到了 这也就是说 B细胞它上面带有的这个接受器 跟各位讲 B细胞它上面带有的这个接受器 它这个接受器 之后就会分泌成抗体 它做出很多这个 那如果说刚好你这个antigen 刚好去被这个 这是B细胞 刚好被这种B细胞结合 我刚好可以跟你稳稳的结合住了 那你不是正好活化我了吗 对吧 那正好活化我 我就刚好就可以对抗你了 所以就是这一条 了解 但是最主要的是哪一条 主要的还是这一条 所以95%是在这边 5%才是走这边 这样了解好 OK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B细胞也是antigen presenting cell 了解吗 因为它可以活化 了解好 所以重点在这里进来 然后如果说当你今天第二次的时候呢 第二次进来的时候 它只要比对这边的资料库就好了 它不需要走到这边去比对这一大堆的资料库 这是10的12次方 这边10的3次方的话 所以当然这边会比较快 这边会比较快反应嘛 这样了解好 所以这边要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当你今天结合之后 第一次受感染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mavory 那这个mavory之后呢 当你今天第二次感染的时候 就会透过这个mavory产生 很快速的产生 去对抗外来物的抗体 OK T细胞一样 那这边T细胞最值得 要跟大家注意的一个地方是说 在这里啊 因为这里没有写 可是你在前面这一张总图上面 这里有写喔 这里有写 写些什么 它除了可以对抗Pathogen之外 各位 小小的一段文之后 各位看一下 它可以去对抗说已经受到感染的细胞 也就是这个细胞如果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 Cytotoxic T细胞 它会跟它去攻击 会把那个受到感染的细胞给杀死 还有它会去杀死癌细胞喔 它会去杀死癌细胞喔 OK 那我们这里为什么写酵素 因为它跟它结合之后 它会释放出酵素 来去将这个感染的细胞给杀死 所以如果各位等一下在笔记上面来讲的话 你在这里呢 你在补上一个 因为这个比较大 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你补上一个是说 这里也会去杀死受到感染的细胞 还有癌细胞 在这里 这样可以吗 可以喔 好 来 那这个呢 这个所有的字这个在讲什么 讲的呢就是这张图 讲的这张图 来这个是要怎么做呢 就是当你今天 androgen presenting cell呢 就是巨氏细胞 或者是心状细胞 将外来物质吃进去之后 它会present出androgen peptide 那这个生态细胞 那这个生态链表现出来的时候呢 会被这种help T-cell上面的CD 这种T-cell结合之后 会被这个CD4的讯号传递下来 然后呢就会去诱发B-cell跟T-cell 也就是说这个最主要传输的一个细胞 诱发B-cell跟T-cell的传输的细胞是谁 是带有CD4的这个T-cell 也就是help T-cell 这样了解 因为刚刚不是讲说 你这里有T细胞 这里有T细胞 这里有Cytotoxic T-cell 这是help T-cell 那到底差在哪里 这一个主要是跟androgen presenting cell结合的 这一个是主要去杀死的 这样了解吗 这样OK 那差在哪里呢 差在就是CD marker CD marker 这样OK 那再跟各位讲一下 这里class2 MHC的这种molecule 这种分子 这主要是在androgen presenting cell上面才有的 就是androgen presenting cell才有的 那一般的 MHC class1的这个 这是一般的细胞都有 那这在讲些什么事情 这个class2上面来讲 主要就是在表现 将我们的外来物表现在这里的 OK 然后呢 另外class1 是所有的细胞上面都有MHC class1 它来干嘛呢 让免疫细胞来辨识你我的 如果说它的MHC class1 上面表现出来是有外来物的话 那免疫细胞就会去攻击它了 这样OK 它就去攻击它 那这就是class1 class1就是所有的细胞都有 它是用来让免疫细胞辨识你我 自我辨识用的 知道OK 所以class2的话只有在androgen presenting cell上 然后它是吃进来之后 androgen presenting cell将外来物吃完之后 它会将外来物表现在上面 就像这里一样 有没有 它把它表现出来 它把它表现出来 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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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 可以齁 好 可以齁 好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可以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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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ior 你可以齁 好 我只是教你怎么记而已 Help p cell就是CD4 然后CD8怎么记呢 更好记了 8 CD8 8 8台语的另外一个8 就把它拔下去 depois T cell是怎么样 它就抓到之后就把把它拔下去 是不是 對嘛 它不是把那個infection的細胞抓到之後 然後再release那個 cytokine 去把這樣那個細胞給殺死嗎 所以它是抓到之後給它把戀戀 所以CD8 台語聽不懂了 就這個就很難記了 所以是CD8 所以CD8 也就是說CD8的時候 它就是sytotoxic上面的主要的一個分子 一個細胞 receptor 它是來執行相關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Cytotoxic T-cell之後接觸到已經受到感染的細胞 它就會去跟它做結合 結合完畢之後這個CDA就會去誘發turn on下面的signal 那細胞的這樣的訊號開始活化之後 它所產生的誘發的產生的細胞基數也就是酵素 就會將這個細胞打個動 這個細胞就會破掉會死掉了 這樣OK 各位不要懷疑 這邊所誘發的一樣是把那個基因打開表現 所以一樣會有messenger RNA會產生蛋白質 這樣OK 然後再把它釋放出來去將細胞給它殺死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這實際上有作用 其實這個作用在跟大家講一個蠻有趣的一個事情 是在做實驗上面的 假設這個T細胞 這個T細胞它是T cell 然後呢 它剛好跟infection cell去做結合 它釋放出酵素的時候 正好有一個細胞從旁邊走過去的時候 很好玩喔 那個細胞也會死喔 因為它碰到那個酵素了啦 所以告訴各位一個事情是 它就是release這個酵素啦 也就是它剛好跟它做結合之後 這個酵素釋放出來要跟它殺死之後 這邊剛好有一個細胞從旁邊經過的時候 那個旁邊經過去那個細胞也會被它殺死掉啦 了解意思嗎 就告訴它是透過這個 結合完畢之後跟infection的細胞結合完畢之後 會透過這個酵素去跟 去kear掉那個受到感染的細胞 那抗體一樣喔 其實抗體喔 跟大家講喔 這個當然我知道跟這個其實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這裡helper T cell結合之後 它會去活化B細胞 那B細胞這裡呢 它上面這裡 上面這個分子呢 是membrane的Igm跟Igd 是membrane的Igm跟Igd 主要會在B細胞上 主要B細胞上面的接收器是這兩個 這樣OK 那言下之意是說 這兩個上面來講 也就是這裡 它上面結合的位置 這裡的專一性很高 它一樣 我所謂的剛剛講的多樣性在哪裡 就是這個接收器的這個多樣性 這樣OK 這樣OK 然後呢 這個的專一性 它只結合 既然它跟蛋白質結合 對不對 你知道它結合的蛋白質非常小哦 一個抗體上面的這個抗體分子 這個分子既然它是蛋白質 這個蛋白質結合上這裡的位置 這裡的位置只有六個氨基酸 只要六個氨基酸它就能夠結合上去了 這OK 那我告訴各位這個事情是什麼 我告訴各位這個事情是說如果說各位以後要開發 你今天你要開發任何的晶片上面來講 你不是要得到一個專一性的抗體嗎 對吧 對吧 你所用到的是 你所用到的是這個的 你今天要產生這個抗體 你只要這個 你就可以去產生這個抗體了 了解意思嗎 所以一樣可以透過 我們一樣是透過這種 androgen presenting cell的方式 然後讓B cell去產生 要的專一性抗體 好不好 所以一樣它是透過CD4 然後去活化B細胞 那活化B細胞之後 它就會產生抗體 專一性的抗體 那這個抗體的 這個抗體 結合的位置跟這個上面接收器結合的位置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當你今天這個抗體 跟它這個entrogen結合之後 它所分泌出來的抗體 就會跟這裡的結合一模一樣 那你會覺得 來 再給各位一個嘗試 抗體跟抗原結合是 用什麼樣的化學鍵去做結合 抗體跟抗原是用什麼樣的化學鍵 是供加鍵嗎 是供加鍵嗎 一定不是好不好 供加鍵需要相當大的能量 你就是要做氧化還原吧 沒有 那既然不是供加鍵 是什麼化學鍵 輕鍵有 還有呢 離子鍵有 離子鍵跟離子鍵是最重要的 離子鍵是最重要的 然後輕鍵還有一些疏水性鍵結跟繁德瓦力 在裡面 因為它靠得很近 所以會有繁德瓦力 這樣了解好嗎 所以最重要的是輕鍵跟離子鍵上面做結合 然後再拓掉之後會有一些疏水性鍵結 還有繁德瓦力 那言下之一是告訴各位 當你今天你要讓產生一個比較強的抗體的時候 務必上面要有一些帶電性的分子 這樣子說你所產生出來的抗體結合的力量會比較強 因為它產生很強的離子鍵 那各位 我們在交蛋白質的時候 哪些的氨基酸比較容易產生 正負電 也就是說帶正電跟帶負電的氨基酸 這個各位要記得一下 這樣好嗎 帶正電的氨基酸跟帶負電的氨基酸 各位知道吧 忘記了 沒關係 你回去看一下那個氨基酸的表格 20種氨基酸的表格 它就會告訴你帶正電的氨基酸有哪幾個 帶負電的氨基酸有哪幾個 那哪幾個裡面帶有OH group 帶OH group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產生氫件 這樣了解嗎 這樣OK 好 所以這個呢 這個就是做資料庫的比對 有沒有 它是準備好了 然後做資料庫的比對 然後下來就會產生 我們自己所要的抗體 這樣OK 可以 還有另外一個我挑比較重要的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總共幾個 幾種種類 也就是抗體的種類 不是diversity的那種種類 所以它重點是在這裡 有這五種 OK 有這五種 最多的是這個 IgG 然後呢 這是第一次產生的 當你今天免疫第一次最快產生的是Igm 它的結構就有類似五個IgG的結構 蛋本質結構是這個 然後呢 這是像剛剛各位不是講到眼睛嗎 類腺所分泌出來的裡面就帶有一些IgA 然後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講IgD跟Membran的IgM 我剛剛有講過這是Membran的IgM喔 然後IgD跟Membran的IgM時常其實都是在B-cell上面 B-cell上面去 這樣OK 但是你可以去想到說這幾個如果說它都是在同一個B-cell上面產生的 那言下之意是說它所對抗的antigen都是同樣一個 都是同樣一種 這樣好不好 也就是說我今天B-cell上面的IgD跟Membran的IgM跟IgG 如果說它都是來自於同樣一個B細胞的話 都是來自同樣一顆B細胞 它也就是說這幾種是對抗同樣一種的antigen 這樣了解 OK 好 IgE當然是跟過敏有關係 OK 來那給各位再一個生活的小常識 今天你的免疫力強跟免疫力敏感 這兩個到底也不一樣 什麼叫免疫力強 你知道什麼叫看著黑影的開情 知道的意思嗎 這個就是免疫力太過敏感的意思不是強 這太敏感的 也就是說當你今天外來物稍微的小小的外來物 它根本不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產生你的很強的免疫反應了 這叫過敏 OK 那所謂的免疫力強的時候是它 它所謂的強是今天來的是什麼 我可以很精準的判斷它到底是不是哪一種外來物 然後即使是非常小分子它也可以很精準的判斷 OK 那這就好比什麼 這就好比什麼 就好像是老兵跟新兵啊 叫你在那邊看守的時候 站的時候 新兵是不是比較緊張 萬一今天有一堆流氓或者是敵人在那邊的時候 你新兵是不是比較緊張 可是老兵如果站在那裡的時候 他是不是一看就知道那個到底是不是 他是不是外來敵人 這樣了解嗎 那你跟說誰的涉及力比較強 其實兩個其實差不多嘛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樣OK 所以一個就是敏感度的問題 就是如果太過Sensitive的時候呢 你稍微的一小塊的東西進去的時候 就會誘發你大量的這種發炎反應 這個就是過度的敏感 就好像對花粉啊 對這種 那另外一個是對自己 如果說他自己的會去攻擊自己的這種叫自體免疫的時候 自己會攻擊自己的 單一的免疫性的過度的敏感的時候 是講的是自體免疫反應 然後呢 那個免疫的成熟度來講的話 那個是 那個講的是過敏反應 這樣OK 所以有些東西 如果說你今天年紀比較年輕的時候 醫生都會跟你講說 如果說他比較長大一點的時候 他的過敏反應會比較少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年輕的時候 在年輕的時候 他的免疫細胞還在建構當中 他所有的免疫力其實是來自於媽媽 嬰兒嘛 他是荷姆乃是來自於媽媽 所以他今天靠他的媽媽的免疫力 他自己都還沒成熟的時候 當然他就會很生日停嘛 所以就會一些過敏反應 那等到他再長大一點的時候呢 他這些有些的過敏反應 就會因為隨著他的免疫系統成熟之後 就會比較少 這樣了解齁 好 好 safe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